我問一下 這一桶那個歐馬圓桶強度柳丁桶 就是由這四杯調出來的嗎 欸其實還有 大概有六七支原料酒 那你框我是不是 哇我怎麼還原的回來 我今年喔 不得了 我去過蘇格蘭受訓 我去過日本受訓 我現在就是唯獨台灣還沒有受訓到 因為我必須要那個衣錦歡香 學成歸國 當年日本有竹賀鎮孝 你一定要教我調酒嗎 欸244對不起了 首席喝酒師是醉了吧 盡在首席調酒師面前虎虎生風 請你選一杯 你心裡最喜歡的那一杯 江山帶有才人出 一代新人換舊人 咱們今年年初的時候 是不是到了台中酒廠 對啊 咱們的宜盡調酒師 號稱台灣最美的調酒師 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馬上就被南投酒廠的首席調酒師 麗婷取代了 一鏡調酒師評審只有社長一位 請找對人 大家好我是麗婷 他剛剛講說嗨的一聲 我都酥麻了起來了 所以他調的酒一定非常的溫柔 香甜 美好 可口 你看我們之前在拍蘇格蘭的時候 是發覺蘇格蘭的女性調酒師越來越多了 對 對 女力崛起了 所以台灣兩大酒廠的首席調酒師 也都是女性 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我們就要先好好介紹麗婷了 妳什麼時候進入南投酒廠 2018年 6月的時候進來酒廠 開始工作 所以妳那時候進來的時候就是 想要做調酒的工作 那時候心裡 喔 從來沒有想過會接下調酒的工作 我一開始是在製造課的時候 就是管理酒益的庫存 表示妳每天都要統邊試飲對不對 確實是蠻常會請現場的師傅取樣 然後讓我們來喝 取完以後再給誰 再給品管 那我們從一瓶酒要上市前 在南投酒廠整個流程是什麼 我們會開始會先去看這個酒益有什麼庫存 然後會請這個師傅現場取樣 可能會送到這個品管課這邊做品品 了解風味 然後之後再去做調配 之後呢我們會請這個品品小組呢 一起來做品品跟搭分數 然後最後再以分數最好的 去做請現場的師傅大量調配 這是最後的流程是不是 對 我覺得少一段 妳最後要把它送到總公司給長官喝 長官說好才可以上市 長官也要喝過嘛 如果說是新產品的話 就是是有這個需求 那我們的麗婷調酒師 她雖然從2018年 就到了我們南投酒廠 可是她是今年2023年下半年度 才正式成為南投酒廠的首席調酒師 對 哇 那她的首發產品是什麼 我們才可以買來給妳簽名嗎對不對 因為畢竟怕妳可能會做不久 預計是在明年1月的時候 我們會上市一款 今年比較相關的紀念酒款 是妳百分之百妳自己去 勾調勾退出來的風味 是屬於妳自己的風味對不對 對 偷問一下 大概那個威士忌是 怎樣的風格嗎 它主要是三桶調合 一般就是台灣最喜歡的雪莉桶 還有加一些星象木 就是木質調性 還有這個金箱白蘭蒂 我覺得各位觀眾朋友可以期待 我們麗婷首席調酒師 她的職業生涯的代表作 通常在我們那個節目上的這個調酒師 後面都是大放光 大紅大紫 妳打電話給宜靜 妳知道她現在到台中酒廠走進去 都有人迎接她 莫非迎接她的人名叫警衛 還有人在敬禮妳知道嗎 她說警衛會敬禮 她說招手 所以叫妳 走快一點 走快一點 手機調酒師她重要的是什麼 她必須要有靈敏的鼻子 跟敏感的舌頭 妳有看過我的節目對不對 妳應該知道我台灣有個稱號吧 等一下妳不要講 是什麼 神之蛇 哇 哇你的名聲傳到南投來了 不只傳到南投 我要傳到鵝卵比 傳到蘇格蘭耶 對妳要為我們示範的是什麼 就是這次妳們會怎麼勾調對不對 這一次可能會先示範就是既有產品 還要怎麼去做調酒 所以今天我們的遊戲規則 這一款是妳們圓筒強度的這個柳丁筒 妳會以依這四款圓酒為基酒 然後去調和出跟它風味最接近 然後最後經過三角平均 完成以後然後就喪失了 這是妳今天要示範給我們 但是今天我們兩個要PK 我們兩個會調出屬於 我們自己的柳丁筒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妳用盲飲的方式 妳來選出誰最好喝 麗婷要教我們正式調一瓶柳丁筒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先喝既有產品的風味 了解前一批產品的風味 我們才會知道 我們要調出怎麼樣的味道 所以我們第一個會先聞現在的半成品 這一個是半成品喔 是這一瓶嗎 對 是這一瓶 那為什麼它叫半成品 也可以說它是成品啦 我懂麗婷的意思 麗婷這樣專業 它包裝起來收縮膜叫成品 對對對 它還沒有裝品 半成品 對不對 天字聰明 我覺得它聞起來好像是 一杯果汁牛奶 小時候我們會喝那個味泉的 調味乳的感覺 調味乳 上層是有點蜜香 風塵剛剛她講有點奶油的感覺 底層是柳丁皮的苦感 這一款酒沒有這麼的甜 所以我要記憶它 我這樣算是可以喔 對 非常合格 畢竟我們也不是省油的燈 那你都是怎麼記憶 就是一杯酒的味道 一般來說我在工作的時候會寫下來 因為有時候一天可能要品二十幾支 會忘記 油脂感跟這個刺激感是在舌頭的中間的 尾韻是熟成的柳丁 微厚重 好啦 我已經把它記下來了 再來呢 再來的話 我們品完半成品我們就會開始品所謂的原料酒 那今天就是準備四支原料酒 看哪一個風味怎麼樣調配 讓它比較接近它的風味 我問一下 這一桶那個歐馬圓桶強度柳丁桶 就是由這四杯調出來的嗎 欸 其實還有大概有六七支原料酒 那你寬我是不是 哇 我怎麼還原的回來 不是啊 泉州上你也品不出來這一瓶 笑死人 我今年喔 不得了 我去過蘇格蘭授訊 我去過日本授訊 我現在就是唯獨台灣還沒有授訊到 因為我必須要那個衣錦還鄉 學成歸國 當年日本有竹賀鎮孝 那你要教我調酒嗎 欸 二十四 對不起了 首席喝酒師是醉了 把盡在首席調酒師面前虎虎生風 我怎麼膽敢教你調酒對不對 喔 第一杯是怎麼樣 什麼狀況 第一杯它是在橡木桶裡面 銅成大概應該有七年左右 柳丁銅威士忌 它是這四支裡面熟成時間比較久的 柳丁的那個酸氣比較明顯一點 對 有時候會聞到一些像蜜餞 或是梅子木質的味道 也有香草 奶油類似這樣的香氣 但是它每一杯的調性不同 特別從六七支裡面挑出四支 其實比較好的酒 會比較容易調酒 而且那個調酒師利庭有刻意的 將每一杯酒的那個輕中重 它有去調順序 一二是輕 三四是重 它有刻意去調過這個順序 第三杯我覺得它的剝本香氣 好像比較明顯一點 我覺得它的柳丁香氣也比較偏明顯 很明顯的柳丁品 喔 喜歡第三杯 像柳丁枝的感覺 第一杯跟第二杯比較偏向於那個花蜜 已經是蜜的味道 我們都不用喝水喔 我準備好了 這些都圓酒嗎 對 這些都是直接從項目銅取出來的 好 那我們怎麼調呢 因為剛剛已經有說了 前面兩支同層之間比較久 那它可能銅的味道相對 後面兩支會比較多 後面三四支就是它可能 柳丁的香氣比較明顯 就是要有一個平衡感 都要取捨這樣子 好 我們剛剛已經經過我跟尤拉一陣的勾條 要由我們的麗亭調酒師來選出他心目中 最喜歡的那一杯 這時候要透過麗亭調酒師忙飲 不能偏頗 好 沒問題 有沒有那個懲罰 懲罰就這一排喝掉啊 輸的喝三杯啊 可以 沒問題 撐嬌 我們請我們的麗亭調酒師轉頭 這一杯是我的 這一杯是尤拉的 這一杯是對照組 所以我現在開始要轉 要轉 放過來 現在非常清楚了 為什麼會有三杯呢 因為有其中一杯是對照組 如果你剛要選到對照組的話 我就說它是對照組 你就可以再喝三杯 如果你自己選到自己的對照組 我 這一四杯我全尻了 學成歸國就是有膽來挑戰 男投首席調酒師 特寫 導演特寫 你可以選出最喜歡的 然後跟選出對照組 還是他直接選出最喜歡的就是對照組 也有可能啊 他有可能最喜歡跟對照組同一杯啊 可是我覺得你的白髮真的是 太奸詐了 其實我是有刻意用心機的 讓他誤以為那個就是那個樣子 但事實上不是那個樣子 但其實就是那個樣子 但是他心裡想又不是那個樣子 該不會一直吵也是一種招數 調酒師猜對齁 我們是四杯對不對 我四杯嗎 反正你工作就是喝酒嘛 四杯怕什麼 調酒師 品酒師 他們其實都是在 中午以前 白天的時候 去做這些 對對對 試酒的一些工作 他說他們中午以前都可以牛飲 然後可是中午過後 基本上就不碰酒了 現在好了嗎 我要那個 你不要那麼認真好不好 為了要把怡鏡幹掉 你就這麼認真嗎 怡鏡會看我們的那個頻道嗎 會 對 請你選一杯 你心裡最喜歡的那一杯 不管他是不是對照 我選前面兩杯啦 第三杯比較 統城的味道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這個是先淘汰 好 對對對 那已經刪去法了 我比較喜歡第二杯 我覺得他有 柳丁跟統城的味道比較平衡一點 我只能講說 您的確是非常非常 可以升任首席調酒師這支 我選到你的嗎 沒有你選到你自己的 哦 我選到我自己的 中間這一杯是對照主 因為畢竟這一定是 你們前任首席調酒師 所留下來的一個作品 那他一定是平衡感最好的 那我怎麼可能幹掉他 不可能嘛 強龍不鴨地頭蛇 好啦那這兩杯 有一杯是我的 我猜這個是你的 哎呦 那你怎麼知道 你剛剛教他 還沒有把他教會 是不是 那你是徒弟白收了嘛 所以刪去法 這個是尤拉的 很明顯哦 尤拉自己 下一咖 下一咖 輸了三杯贏的一杯 哇 這一杯 你三杯調一調 三杯調一調 哦好大杯哦 我這樣差不多30 你可以倒倒看 你看你叫我真的 我發覺 我還是首席調酒師 50ml 欸 50ml耶 這個真的沒辦法一口 我來我來啦 這很難嗎 那你等一下你要幫我 沒辦法你等一下幫我 你就喝這個 現在還有在拍嗎 還好嗎 請大家要注意理性飲酒 剛剛則是一名理性在飲酒哦 欸你喝酒會很high嗎 我沒有醉過 就是我不會喝很多下去 沒有醉過這句話完蛋了 2024年如果你去參加酒展 如果有網友看到你的時候 他一定會認出你來 會去參加嗎 推廣一定會吧 偶爾會去 偶爾會去 不去台北常的不去 就講說 在我們頻道上面 有人敢講這句話 你應該是第一個 等一下 沒事 因為你這句話 我知道你講給誰聽的 你講給怡靜聽的嗎 不是 抱歉社長喝醉 就會變成土拨鼠挑玻璃劍 又亂挖洞 我們今天很開心 來到了南投酒場 然後所有的中溜過程 還有包括調酒師的辛酸血淚 我們都一次告訴我們的 台灣觀眾朋友 因為他們現在目前正在擴建 2005年會有新的古堡出來 而且這邊也是個觀光酒場 你可以來這邊喝酒 然後參觀製程 了解威士忌的製程 然後並平映他們新發表的酒款 所以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觀光酒場 隨時都可以來南投酒場這邊玩 遇到我們的調酒師 請布林跟他打個招呼 然後跟他講 超派 不是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的頻道 你記得要幹嘛呢 訂閱 按讚 開 開 按讚 開 開 開啟小鈴鐺 對 開啟小鈴鐺 我們李耀師長的影片下禮拜見 Bye Bye ro 開啟小鈴鐺